南北市民有些部分的發起說要罷免你 那你這邊要怎麼來因應 其實我這一輩子其實很單純 大家要想好好照顧 我這一輩子 不管在哪一個職位 我都會前以後 最重要 我會守護中華民國 愛台灣人民這個土地的 不管我在新北市 未來在哪一個位置 甚至沒有任何職位 我都用這樣的態度 始終如一 非常的堅定 當然這段時間 我會請假去陷阱 接受國民島的徵招 扛起的責任 難免在市政的工作上 同仁已經非常努力 仍然有些不做錢 沒有辦法讓市民滿意的 我要在這裡 給新北市的市民說一聲抱歉 未來 我一定會加倍後患 全力以赴 讓新北市的建設永不停歇 能夠在北台灣 成為最重要的一個帶動 我們國際發展的一個大城市 一定要勇敢